环节 请问哪个国家的疫苗最有效 这个问题倒是问得好了 而且也是问到了一个 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了 让我们来这样子说吧 目前来说我们不要说是哪一个国家 我们来看某一个类型好了 美国的线索RNA 批准的是Virate跟Moderna 线索RNA 他们叫做有效性是95% 牛津的 他们用的是腺病毒的一个载体 腺病毒的一个载体 他们目前宣布的一个有效性 是70% 那再来的话 国药集团的叫做灭毒的一个疫苗 它所宣布的一个有效性是79% 最新的来自于科兴生物的 它也是一个灭毒的一个疫苗 它的有效性是50% 让我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个有效性 是不是表示说表示着我们来说一下好了 我们就来拿一个科兴的 它说50% 那么50%就有很多的人 他会说这个疫苗它并不是很好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疫苗 为什么原来它有几个点 第一点50%它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来说我们把它说成51% 这样子你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楚一点 假设说它的有效性是51% 就是说有100%的人打了疫苗以后 会有51%的人 他们不会感染上这个新冠肺炎 那剩下来的那一些人 剩下来的那一个49%的人 并不表示着说 他们就会死于这个新冠肺炎 也并不表示着说 它完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力的 不是的 你在仔细你去看一看 它的临床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报告 它告诉了我们说 它其实有100%的人 打了疫苗的以后 它不会产生严重的一个疾病 意思就是说 有49%的人可能会感染上这个病毒 但是100%它不会有严重的一个疾病 而它能够抵抗70%轻度的一个疾病 意思就是说 有20几%的人虽然有感染上 但是它可能是无症状的一个病人 所以其实它这个有效性 很多的时候你也要看它这个临床是怎么样做的 我们再退一步来说一下 我们就拿这个减毒一个疫苗来说好了 它这个研究在巴西做的一个最后一期的一个临床研究 而它的临床的研究的人全部都是医药人员 就是说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一些医护人员 而巴西这个病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而这些医护人员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病毒的量 也是特别特别的高的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已经算作是非常好的 再来另外一点 我也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 减毒的一个疫苗 跟性质RNA的一个疫苗来做比较的话 减毒疫苗或者是说灭毒疫苗 灭毒疫苗就是说我们把一个病毒我们把它给灭死了 那就是国药集团的科兴生物的这一类的一个疫苗 我们用的一个技术叫做灭毒的一个疫苗 就是说这种技术是很老的一个技术 就是说我们非常有把握的一个技术 很多的流感的一个疫苗就是用这个技术来的 而目前来说的话已经用了到目前截止 可以说这一类的疫苗产生的一个过敏性是低的 它就跟流感疫苗的过敏性是一样的 百万分之一左右而已 现实RNA这个技术是比较新的 但是呢也是安全的 但是呢它的过敏性稍微的高了一点点 它会比那一种灭毒的要高一点点 再来另外一点就是说新手RNA这一类的疫苗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它比较不容易运送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你要让它有效 就比个例子来说辉瑞 辉瑞这个疫苗它的储藏条件非常的苛刻 它必须要储藏在零下70度 意思就是南极冬天的一个温度 北极南极冬天的一个温度 那Moderna的储藏条件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也必须要是在零下20度 OK所以呢 它的储藏条件运输条件要在这么冷的状况底下 零下70零下20 对某一些国家来说它是不实际的 因为它运输就会有问题的 而能灭毒的一个疫苗来说的话呢 它对于巴西这一类的国家 对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OK它是很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它的储藏的一个条件 就像普通的冰箱 大约只有在两度到八度就可以了 OK所以呢 各有各的好处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是说哪个国家 哪一类的疫苗 但是呢 任何一个疫苗 有总比没有 要好很多的 我可以说哪个国家 有什么有关呢 我可以说哪个国家